員工緊盯電視關注中天新聞 換照申請假處分案 沒想到等到的卻是 法院裁定駁回的消息 政府好像對於死刑案的判決 都沒有這麼的快 可是怎麼可以在中天的生死判決這麼草率 民進黨以前好像在說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現在好像是角色換的感覺 現成NCC跟法院也是民進黨他們家開的 中天員工表達憤怒與失望 質疑判決草率認為NCC遭政治介入 裁定內容根本不合理 我們畢竟經歷了數位化時代的潮流 或者衝擊 所以中天電視停過來了 還是賺錢的單位 沒想到現在中天卻是因為政治的因素 要被提前在52台下架了 那對於我這個中天是一個 我非常重要的歷程的工作 都在中天的人來說 但是無限的感慨 那我們也希望呢 這是一個 我們一定會更加的茁壯 煙火鳳凰 員工也憂心這個裁決損害工作權益 難過難過再難過 駁回的理由讓人難以置信 我的工作權怎麼辦 我的家人怎麼辦 除非被駁回以後 真的面臨跟說裁員問題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又要立謀出路呢 被駁回的這一天 是中天新聞475名員工 最蠢痛的一天 看到了很多人從少女 就是出嫁還變成媽媽了 所以聽到被關台 就覺得好像這個家裡 受到了一個很大的重創一樣 我們知道說哭是沒有用的 抱怨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打不死我們會更強大 中天員工許多人從畢業就在這工作 多年來的情感就像一家人 讓不少人相當捨不得 而大家也會繼續堅守崗位 為廣大觀眾守護新聞自由 記者綜合報導 蔡政府官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